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编冬 那这影片我们来跟大家分享韩版在这个礼拜8月28号所做的改版内容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他们的这个选谋活动 就是你只要捐献一次就可以去获得这个选谋箱子 那这个箱子呢100%的几率会拿到这一些 就是名誉币1000还有这个卷轴 那这个就是可以召唤怪物的这个之前都已经有举办过 那这个卷轴就是可以让大家传送到活动场地的这种算是传送卷轴 那可以使用的三种魔杖它对应的召唤怪物就是下面这些 虽然说韩文,不过这个跟之前都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公告 好,接下来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奇岩地尖 它的凭证的掉落变成是两倍 就是数量变两倍,大家可以打得更快 再来下一个呢算是一系列改版咯 就是现在的大师副本还有世界副本呢 它都会把它列入排名了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等级来做一些排名 那所以我们现在排名的那种项目呢 它总共变成了四个 多了这个W,这个就是世界排名 还有这个Master这两个是新的 那原本伺服器的直接排名跟这个伺服器的排名都还是在的 那这个功能它比较特殊的是 它分成了三个部分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在这边可以点选这个W 可以来看到世界排名大师副本这边 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大家的排名是怎么样 那进来之后呢,只要你是排在里面的 你就可以从这边来留下你的一些 看你想要留什么话这样子 但是他这边有提到说 如果说你使用辱骂性的这个言语的话 你就可能会被ban了 就是可能会受到这个制裁这样子 那右边这边呢 他是说你可以对这个里面的角色来发送密语 那么有了排名之后呢 当然也会有这个奖励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世界排名的奖励 第一名到第十名 11到30 31到60 61到100 前100名都会有奖励 那这个奖励它蛮特别的 像第一个的话呢 它第一个是无视商量减免加5% 第二个的话呢 它是说目标的道具回收成本增加20% 就是对方如果喷装的话嘛 他需要回复装备的成本会增加20% 那下面这边有一些是增加经验值的 增加攻速的 增加防御力的 增加伤害减少的 还有增加你的金币掉落量 以及这个精神这样子 好下面呢 这个是大师的 大师的部分想当然就更好了 包括这个PVP的伤害减少 增加目标的恢复成本 这个是20% 还有这个全地图 直接变成是全白天 这个应该 嗯 大家懂得就懂了 那下面这个经验值增加10% 最大生命值3% 然后PVP伤害减少2% 体质加1 还有金币掉落量10% 好那这个一样是前100名就会有了 那刚刚我们也听到说 全地图全白天嘛 就是像这个效果 很明显了 这个是为启用的时候 这个是启用之后 他就变成是全白天 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讲了 懂得就懂 基本上台服可能 嗯 好好好 OK就这样子 那在伺服器三间的这个排名 他多了一个 PVP的魔法伤害 加2 这个应该要补进来的 好算是平衡一下这样子 好再来呢我们原本在这个地方嘛 就是在角色资讯这里 可以点选的这个 现在增加了W跟M 就是世界排名 跟大师排名 好接下来呢 就是调整了关于道具 你在制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删除时间了 这个真的很方便 以前都要把道具做出来才知道 现在不用了 我们直接透过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说制作的 或者是商城里面的道具 其他都会写哦 他都会写他的这个删除时间 就很方便啦 好再来呢 关于这个收藏哦 这个是死神符跟研磨符 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把它PASS掉哦 还有一些新的制作道具 我们就把它PASS掉 好再来呢 新篇章符哦 新篇章符的魔力气息呢 他新增制作两个道具 符石的选择箱 第二个是觉醒碎片一个 那一个符石呢 需要40颗的这个魔力气息 那账号限定制作两次 下面这个呢 就是限定制作六次啦 好再来我们看到 本周的限定制作哦 包括了英雄技能书 纯白万能耀25个 圣水大的10个 还有4张的虫字卷 那么下面的部分呢 大家就自行看图说故事啦 基本上跟之前卖过的东西 都是类似的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礼拜的礼包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 好这个看起来就是 常态性常驻的这种礼包 他要重置嘛 所以这两包呢 基本上大家也都知道啦 反正这个就是 每个月都一定会出的 那左下角这个呢 他里面就是给你 三个这种卡片的选择箱 还有4个潘朵拉的 抽卡包制作票券 以及300颗的龙钻 好在下面这个呢 这个是补币包 他里面有给你币 也有这个龙钻 还有这种票券 再来下面这两包 其实也是都大同小异啊 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图说故事哦 你想要这个组合的 或者是这种组合的 基本上都可以选 那这一些目前来讲哦 都还不是新篇章服的哦 新篇章服的只有这两个 所以你看哦 这两包跟这两包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类似 只是组成不大一样哦 像新篇章的话 他主要都是给你抽卡 跟试色币 还有一些成长的资源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礼拜 韩服改版的内容 目前还没有到最后的改版阶段哦 所以原则上快一点的话 应该下个礼拜 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下一个职业 新职业改版哦 应该目前来讲 呼声最高的就是骑士哦 我们下个礼拜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改版内容啦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最新的韩版更新情报 请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bby bwd6